她是少年天才 那时候上大学那会儿 已经都赚了二十几万 你想想那还得了 却在养鸡行业遭遇滑铁炉 一千死几千个你想的 没法起 她是聊天能手 却在卖鸡蛋时无计可施 挨家挨户地跑 挨家挨户地问 你一天用两个我都给你送 她抓住灵感转变思路 依然靠着鸡蛋年入百万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敬请收看本期节目 白蛋到红蛋年入上百万 传播农业科技经营知识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农广天地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人公叫陈公亮 他在安徽省天长市秦兰镇 因为养鸡小有名气 拥有着无数个外号 有像鸡肠小王子这样文艺范儿的 也有像养鸡专业户这样现实范儿的 更有像鸡王鸡司令这样夸张范儿的 当然啊 这些外号都和他的创业故事有关 那现实生活中 他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他又有着怎样的创业故事呢 每月逢六逢九 安徽省天长市的秦兰镇都有大吉 在这里各色货物应有尽有 尝一个 来 削一个给你尝一下 这个幽默的小伙子叫陈公亮 最大的特点就是能聊 无论你是经商的 种地的 还是做小工的 卖菜的 他都能和你聊得来 他经常到我来闲聊 对呀 一聊聊几个小时 他这个人啊 上到八十 小到七八岁都能玩得过来 喜欢跟人聊天的陈公亮 也因为天生的亲和力 极受大家喜欢 我们这里大家都认识他的 他经常过来到我们这里来玩 有的时候我们在店里 向大家过来什么东西 他都能帮我搞定的 陈公亮的交际能力 其实在大学里 就已经很明显了 我们大学当时有一万两千多人 我大概能认识八千人 就叫得上名字的人 我大概可以认识八千人 不仅有超强的交际能力 在大学中 他更以赚钱能力闻名 他这个人是个创业天才 那时候上大学那会儿 已经都赚了二十几万 你想想那还得了 被称为创业天才的成功量 能否继续学校里的神话 他毕业后的这几年 又有怎样的改变呢 六月燥热难耐 为了躲避高温 陈公亮每天都会在四点前起床 开始一天的工作 在中午之前 他必须把所有鸡蛋送到 十二三十六 好了王老啊 两箱都放上面了 是盛的啊 你几个上面用啊 行 我知道了啊 售卖这个鸡蛋呢 也有很多 就当然我们也有对比过价格 鸡蛋的新鲜度品质这一块 最主要就是说 做事情非常细致 比方说 昨夜天所剩下的两框三框 他会给我们放在前面 然后把今天所送过来 最新鲜的放在下面 这样子我们呢 也能确保 我们每天所用的鸡蛋 都是新鲜的 交给他 我们非常放心 如今陈公亮的客户 已经遍布小镇的各个街道 他也靠着一枚枚鸡蛋 创到了年销售过百万的成绩 但是在七年前 陈公亮自己都没想过 以后会和养鸡挂上钩 时间倒回到2011年 大学毕业的陈公亮 一心想要回家创业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从朋友那儿 听到一个消息 扬州大学农学院 正在大量采购一种鸡蛋 这种鸡蛋的价格 竟然可以达到 普通鸡蛋的两倍 他当时就讲了 他说 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 为了调查鸡蛋高价的原因 陈公亮专门走访了 扬州大学农学院 因此他才知道 原来扬州大学农学院 收购的并不是普通鸡蛋 而是叫做海兰白的蛋鸡 所产的兽精鸡蛋 海兰白是美国一家公司 培育出来的优良蛋鸡品种 具有长得快 产蛋多 成活率高的特点 而农学院之所以收购 海兰白兽精鸡蛋 是为了一个特殊的用途 做疫苗 专家告诉我们 那个鸡蛋呀 它就本身是结白色的 再加上它有很高的 一个通透度 这样的话会方便专家 来检测这个鸡蛋 是否合格与健康 与扬州大学农学院 签订了合作意向以后 陈公亮和父亲 迅速拿出了20多万元 在老家自建了两栋鸡舍 然后他再次到 江苏的一个养殖场 学习了养殖技术 随后 引进了5000只海兰白 开始了每天 与鸡打交道的日子 每天他早上就 会很早地去机场 去看看机场的情况 然后晚上也回来得很晚 第一次尝试养鸡 陈公亮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一年后 他以八角钱一枚的价格 给扬州农学院提供了 140万枚的寿惊鸡蛋 扣除成本经过一年的努力 他靠着养鸡赚来了第一桶金 足足有40万 突然觉得自己是个有钱人了 我们就带朋友吃玩 然后晚上的时候就想着 这么下去也不行 有了这钱 我们一定要把它从40万变成100万 陈公亮决定再建两栋机设 原来有了跟扬州农学院 第一次成功的合作 农学院希望扩大收购数量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 陈公亮从朋友处又借来30万 购买新机苗 从银行贷款30万 用于后期饲料供给和进一步扩大规模 就这样 陈公亮的母鸡存蓝量 正式突破了两万两千只 但是事情 真的能按照他的想法发展吗 2013年临近春节 忙碌了一整年的陈公亮 正在计划着给工人们早点放年假 沉浸在轻松氛围中的他 做梦也没有想到 一场灾难正在悄然酝酿 就他生病的时候 以为会是正常的感冒 其实那种爆发 用着学名叫星辰医 用着老板心的话叫鸡温 还没等陈公亮反映过来 鸡舍里的一万只鸡全部死亡 而这个时候仅仅过了四天 这些东西没法治的 就不会给你留任何事件 我们治的 一天死几千个你想 没法治 心急如焚的他 请来了畜牧局的专家 可是专家的诊断 却让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这有发生这时候 这个立心的传染病 整个指质都要脱下 进行无悠化处理 拿着专家的诊断书 陈公亮贪软地 从畜牧局出来 脑袋里一片空白 想着不分昼夜忙碌的 那三年时光 一丁一某锤打出的四栋鸡舍 还有那携带着自己梦想和报复的 两万多只鸡都将化为乌有 关于那时候的一切 他都记不清了 唯有那天 那片晚霞 损失超过一百万 成功量能否重新振作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 可以再来 可以再赚到这一百万 真的我那时候就 就非常相信他 想要继续从事养殖行业 他又该何去何从 我就决定在养殖 养蛋鸡这个行业 给它死磕到底 成功量究竟靠着什么 再次成功 拥广天地 白蛋到红蛋 年入上百万 正在播出 这次的打击 对成功量来说 无疑是晴天霹雳 他不仅要面对 一百万的损失 还要背上 六十万的外债 难怪当时的他 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整天闷在家里 那么究竟是什么 让他走出了 失败的阴影 又是什么 最终给他带来了 上百万的财富呢 让我们接着 往下看 当时成功量的 直接损失 超过了一百万 因为无法兑现合同 与扬州大学 农学院的订单 也化为了泡影 虽然没有要求赔偿 但成功量 仍旧如赘深渊 那一段时间的话 几乎就没有 跟人家打交道 就没有打交道 因为没心思聊天 也心里有太多的事情 银行的贷款 加上之前向朋友借的钱 让他负债六十多万 巨大的债务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有的时候 我夜里醒来 他都没睡觉 问他为什么 他就是烦 就是为钱烦恼 成功量的妻子丁美玲 与成功量相识于高中 2013年 他满怀着 对美好生活的憧憬 嫁给了成功量 但是仅仅结婚三个月 他就不得不和成功量 一起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说给我朋友听的话 他们都觉得 一百万 但是我自己觉得 其实真的觉得没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还很年轻 可以再来 可以再赚到这一百万 真的 我那时候就非常相信他 虽然丁美玲对成功量 十分有信心 但是巨大的打击 却深深影响着成功量 丁美玲只能默默守在他身边 等待着他 重新振作 那时候真的 我都无法走路他的那个内心 就每天 他就呆呆地坐在那 然后什么 我跟他说话 他都没精打采的 就不想理我的那种 想到那个真的很难受 无法提供现实的帮助 也无法走入丈夫的内心 妻子丁美玲 至今都无法忘记 那种无助和心酸 陈公亮也是在 我们采访期间 他得知妻子的想法 为了解开妻子的心结 他决定带妻子去个地方 你知道我为什么 今天带你来这里吗 不知道 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就我们家那年 死了很多鸡 我们就把鸡埋在那个地方 这么大一块 全部埋在这里 当时有一大挖鸡 过来挖挖挖 然后给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然后把那死了两万只鸡 就全部埋在了下面 一直表现得很坚强的陈公亮 再回到这个伤心地 却只不住在妻子面前 落了泪 其实我真的很想安慰你 但是也不知道说什么 没事 都过去 对 一切都会好的 2014年 陷入低谷的陈公亮 终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 他直接让陈公亮 走出了失败的阴影 重新燃起了斗志 我们两个都很兴奋 很激动 就那一夜晚 翻来覆去 怎么睡都睡不着 然后四点钟就起床 就想着这到底是不是真的 妻子怀孕的消息 像一针强心剂 瞬间让陈公亮焕发了生机 封闭了一年的她 终于踏出了家门 陈公亮联系了扬州大学农学院 但是结果却让她十分沮丧 给农学院供应受精鸡蛋的销路 已经被抢占 当她跑遍周围的制药厂 发现受精鸡蛋 已经不再是个秘密 越来越多的养殖户投入其中 市场趋于饱和 陈公亮想要继续从事 受精鸡蛋的养殖 从中赚大钱 几乎不可能 她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跑了几天 陈公亮最终做出了一个 让妻子惊讶的决定 她还是决定养鸡 首先我有设备 我有之前的技术 所以我没必要再去选择 其他的行业了 我就决定在养殖 养蛋鸡这个 给它死磕到底 陈公亮觉得 鸡蛋在我国的日常饮食中 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需求量大 而且养鸡见效快 能够让它快速还上欠款 认准了路 接下来就是做市场调查 没想到有了个意外的收获 那时候我不是经常逛市场吗 对吧 在市场里发现 今天那种白皮鸡蛋很少 其实有那个价格也不高 只有两三毛钱 而正常我们今天刚刚看到的 那个价格呢 大概有四毛多 也就是说 白皮的要比红皮的便宜 一毛多钱 虽然发现红皮鸡蛋 要比白皮鸡蛋卖得好 价格也更高 但是究竟该养什么鸡呢 陈公亮在专家的建议下 选择了一种叫 海兰鹤的蛋鸡来养殖 海兰鹤与海兰白 是同一家公司 培育出的蛋鸡品种 具有耗料少 长得快 产蛋多和成活率高的优良特点 饲养方法也与海兰白相同 这样一来 陈公亮就不用再重新摸索 养殖技术和管理方法了 2015年 陈公亮抵押了全部的房产 贷款一百万 在天长市的另外一个镇 人和急镇 重新选指建议设 为了避免厄运再次发生 他除了定期给鸡注射疫苗 还邀请序幕局的专家 进行技术支持 很快 陈公亮的鸡开始产蛋了 而且每天至少产出几千枚 本该高兴的成功量 此时却十分着急 这个东西没法保存 就保存不了几天 所以特别的着急 你得想一切的办法 把你的鸡蛋赶紧地销售掉 鸡蛋的储存时间只有15天 哪怕温度控制在5摄氏度左右 保质期也不超过一个月 如果鸡蛋不及时销售出去 后果将不堪设想 就拉下脸 挨家挨户地跑 挨家挨户地问 你一天用两个我都给你送 当时小镇上几乎每家店每个工厂 甚至每个偏僻的人家 陈公亮都去采过点 在频繁的采点与闲聊中 陈公亮结识了许多的朋友 也用最快的速度打开了销路 当时金靠给餐饮店送鸡蛋 陈公亮每天的销售额 就可以达到几千元 几个月过去 聪明的陈公亮 渐渐摸索出了一些窍门 每个行业 它需要的鸡蛋的要求 其实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蛋糕房 它可能需要大一点的鸡蛋 而且那种鸡蛋 它在时间上其实也有要求 最好是隔一天 其实有人会问 为什么不是最新鲜的最好 因为它隔一天容易分离开来 就蛋糕和蛋清容易分离开来 而煎饼炭的鸡蛋 它可能要小一点 它在时间上 肯定是要越新鲜越好 2016年夏天 陈公亮的鸡进入了产蛋高峰期 鸡舍每天至少产蛋两万枚 它必须另寻销路 正在此时 一个巨大的商机 砸在了陈公亮的眼前 如果当时没有抓住它 陈公亮也不会有如今 年入百万的佳鸡 就突然有那么一段的时间 零零散散地会有人 到我们家来买鸡蛋 然后量特别大 一车一车地往回买 然后我就说 你们买那么多鸡蛋干嘛 他说我们家生小宝宝 在陈公亮的老家 每逢结婚 孩子满月 老人过寿等场合 都会在仪式结束后 用两枚煮熟的红鸡蛋 作为回礼送给宾客 这两枚红鸡蛋 在当地被称为喜蛋 回礼送喜蛋 作为当地习俗 有着非常稳定的市场 一场宾客500人的普通婚礼 每人即使送两枚喜蛋 就要送出去上千枚 后来我一想 这国家澳台政策一开放 那小宝宝不得多一半呀 小宝宝多一半 就意味着市场会扩大一倍嘛 面对不断扩大的喜蛋市场 成功亮相 要是能抓住这个机会 自己制作喜蛋来卖 一定会有很好的销路 搅一搅 然后把它泡匀似的 来回地滚一滚 对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传逃红蛋的做法 制作喜蛋看似简单 却十分费功夫 稍不注意 就会出现碎壳 或染色不匀的情况 往往制作一次 清点上用的喜蛋 就要花费一家人 整整一天的时间 陈公亮觉得 如果能直接制作喜蛋 进行售卖 不仅能省去 这些人的制作工序 同时自己还能大批量销售鸡蛋 简直是一举两得 他高兴地将自己的想法 告诉了朋友们 没想到的是 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像我们这边送鸡蛋 都是送的熟鸡蛋 像我一个人在家 送我十几个鸡蛋 那我两天吃不完 后面肯定坏了 我们这边怎么讲呢 平时都是用个白酥料袋 那个红红的放在袋子里面 但是说句实在话 很丑 但是没办法 传统都是这样子 传统锡蛋的缺陷 给了陈公亮极大的启发 是不是可以用生蛋替代呢 也问了很多人 其实发现 大家其实对鸡蛋本身 并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 所以后来考虑 直接用我们这个 本身就是红皮的鸡蛋 来做锡蛋 生鸡蛋做锡蛋 最大的问题 就是容易破碎 必须要用个盒子来装 陈公亮想 如果用大红色的礼盒来装 不就可以省去 染色的工序了吗 这样不仅显得高档一些 还能增加鸡蛋销售的数量 礼盒做好之后 陈公亮满怀信心地去推销 但是结果却不如人意 我把我的礼盒带着 装后备箱 每个乡镇跑 看到孕妇都得上去给一张名片 您家生小宝宝用我们家来鸡蛋 其实这样就跟中彩票一样 就很不稳定 巨大的洗蛋市场就摆在眼前 却始终找不到突破口 这让陈公亮十分上火 然而没过多久 妻子就发现 陈公亮有些不太对劲 得空就往影楼跑 我老婆还说 你天天没事做 你去影楼干嘛 我就说 我说暂时不能告诉你 商业机密 等我这一点实验成功了 我们就找到赚钱的门道了 原来陈公亮经一个朋友提醒 发现一般要给宝宝 办满月酒的父母 都会提前去影楼 给宝宝拍摄照片 如果能在此时 给宝宝的父母 推销自己的洗蛋 一定事半功倍 当时他到我们店里来 就是推销这个洗蛋 当时第一感觉 我不是很能接受 因为我担心的是 会影响到我的客户 之后他频繁地往我这边跑 我就也不好意思拒绝 让他放在我们店里 没想到真的有人去问这些 然后我们就一直合作得非常好 随后陈公亮举一反三 与大型婚庆公司 还有影楼蛋糕房进行合作 销售洗蛋 这些掌握着半婚礼 满月礼 寿宴等信息的地方 是陈公亮最便捷的销售途径 靠着销售礼盒鸡蛋 成功亮每天就可以销售两万枚鸡蛋 销售额直接突破一百万 当我们这个礼盒鸡蛋做得还算比较成功的以后 会有好多的客户跟我们反映 他想要绿壳鸡蛋 包括土鸡蛋 就各种各样其他鸡蛋 后来我自己一思考 其实自己目光还是比较短浅的 应该会再扩张一下 看能不能就通过自己手上的销售渠道 去帮助一些老年人 他们家自己养的其实最真宗的土鸡蛋 能不能帮他们再销售一点 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 进一步扩大销售渠道 陈公亮决定联合其他养殖户 按统一品质进行收购和销售 如今陈公亮的礼盒鸡蛋 已经可以占当地销售份额的80%以上 我觉得像这样的就是说 既能够自己来生产来致富 又能带动我们周边的一些小的养殖户 有一定的示范带头作用 我觉得应该就是我们这个农村实用人才的一个典范 西洋下的陈公亮 已经退去了少年天才的影子 被时光磨砺成一个扎实稳重的创业者 他依然喜欢和人聊天 依然喜欢在各种小路上穿行 依然充满着无限的活力 他的未来不可限量 每个人的人生都不尽相同 但很多人的创业初衷跟陈公亮相似 就是想让家人过得更好 为了这个简单的目标而不懈努力 尽管大家在这过程中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是可以像陈公亮一样 不封闭自己 多听多看多学习 从日常的生活中寻找突破 相信您也能和他一样 找到克服困难 走向成功的道路 好了本期的农广天地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官方网站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